剛新婚期也是有發生一件 還滿有趣的事情 突然想到 就是那個時候 因為我先生他是摩羯座 然後他也是都不太講 也不太會去表達的人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有一天 一早他就一臉嚴肅 然後臉都爛了 我就嚇一跳 我想說什麼嚴重 發生什麼大事 他從廁所走出來 他就跟我說 我告訴你喔 你的毛巾 再也不要壓在我的毛巾上了 然後我就想說 毛巾壓到會怎樣 對 我就想說 是什麼事發生什麼事 然後他非常非常嚴肅 而且還加補一句說 我忍了好幾天 然後我就想說 到底怎樣 我都不知道有出錯啦 然後他就說 我說是什麼 他說本來他的毛巾 是放在左邊 然後我的在右邊 但不知道哪一天呢 就交換過來了 然後呢就變成了 他每次要去習慣的 抽毛巾的時候 就會連我的一起拉下來 他說你不知道 我每天都要重複 掛這個毛巾的這件事情 很困擾嗎 然後我就深吸一口氣 我想說天啊 我從來沒有注意過 誰的毛巾在左邊 誰的在右邊 而且我回想 可能是某一天 有其中一條掉下來 我又把它掛回去 但是就是換了位置 就這樣而已 然後因為我們家的 那個槓子啊 稍微短一點 所以兩個毛巾 不是左邊在上 就是右邊在上 因為稍微差一點點 基本上對我來講 我覺得那不是什麼大事 等一下 所以他是認為 他的可以壓在你的上面 不是 他就意思是說 不要亂動那個位置 誰在左邊就誰在左邊 誰在右邊就誰在右邊這樣子 但對我來說 這個事情好像沒有那麼嚴重 而且他還說他忍了好幾個 那你有沒有問他說 為什麼你覺得這個那麼重要 他就有講 他說很困擾 他說他每次洗完臉 他是習慣這樣子抓 那已經有固定那個位置 然後他抓下來也不會掉 所以他覺得這件事情 就應該要這樣維持就好 可是不知道哪一天被我打亂了 然後我真的好shock 我想說 原來我老公是這樣的 然後以後我要不要 如果兩個人共用一條 可不可以 以我現在對他了解 應該是不行 其實他很習慣 我先生他會用自己的毛巾 自己就是所有東西 他都會自己打理好 包括我們如果要出門旅行 我也不用管他的事情 他就會自己弄一包 他自己的衣服什麼什麼 他就不要我去處理這些 那我只要弄我的跟小孩的這樣子 為什麼他老公那麼在乎這個 那個有沒有什麼心理意義 這是磨結過 應該是他從小的生活習慣 可能就是這樣 我覺得啊 如果是我們在想要去看這個問題的深處 我們第一個都會有點質疑說 一定不只表面講的原因 一定不只表面講的原因 那個底下一定有很多 因為通常日常生活中 夫妻爭執的小事是一種表面的象徵 表面的象徵的意思是說 這個你的毛巾壓在我的毛巾上面 或你左右調換的這個事情 其實是暗喻了它一種很難形容 或者不好講的內心感受 所以就是說你的毛巾不要再也不要壓在我的上面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關鍵的感覺 例如說你壓在她上面 被侵犯嗎 所以其實我們在聽這個東西的時候 其實我們就會先有一個猜想 就是說對太太而言 只是輪替或交換位置 那麼太太的夫妻觀是一個平等的 因為太太剛剛惠文 因為我也是惠文 惠文講的那個 她的邏輯跟她理解她老公的方式 她的說法可以讓我們聽出來 在她的根深蒂固的觀念 其實我們術語會說你的潛意識裡面 你看夫妻是平的東西 平等的東西 所以你的無形中的 你理解事情的方法 你其實很好 我覺得你是一個溫柔的女人 你就願意承認你錯 可是你要說服自己你錯 是錯在位置調換 所以表示你根深蒂固的觀念 夫妻是平等的 只是左右的調換的問題 可是你先生要表達同樣這一件事不滿的 他用的是壓這樣的動詞 所以在他很難形容的一個細節裡面 他有一點誰被誰壓制到 誰被誰干擾到 誰被誰 誰造成誰的不方便 這樣東西 所以你們兩個的夫妻觀 甚至男女觀 在很隱為的地方 是有一點點不同 可是這個在現代夫妻 如果沒有深入這樣子去推敲的話 有時候你聽不出來 因為你老公一定會說 沒有我是認為男女是平等的 像我老公都說他從頭到尾都認為 夫妻是平等的 可是他平等才奇怪 我們家所有事情 即便是小孩子的事情 那我是精神科醫師 心理治療師 那我也曾經專門做兒童 我也有兒童心理的 精神科醫師的專科 次專科 我說小孩子今天有什麼問題 可能是筆鬥也要慢性化 或者怎樣 所以應該要看醫生 應該要什麼時候 我會解釋 我要像上咒章一樣 原因一 然後邏輯推推推推推 所以我提出一個建議說 是不是要帶他去 請才是 對 然後對 你怎麼知道 他就給我批 不需要 不需要 你花了那麼多時間 我就拿著我的手機 然後我通常都會 再去跟他上訴 就是我的16年婚姻 其實很多家裡面的事情 就是都要上訴 那最近幾年 因為有小孩什麼 就是有小孩會改變 跟你的很多 你就沒有那麼有耐心了 然後你開始很敏感 你覺得說 我為什麼要跟你上訴 就直接做了 對 所以我終於開始跟他講說 我突然發現一件事 為什麼我們兩個的關係裡面 你都是給我批奏章 到底你憑什麼給我批奏章 然後他就說 我沒有批奏章 我是告訴你什麼是對的 完全沒有決定 決定對錯是由他 所以今天如果去問我老公說 你是不是覺得夫妻是平等 他口頭上一定說是 可是有一次我們談得很深了 然後就是也談到兩個人 幾乎都疲乏到有點 沒有防衛的時候 他就講出說 那一個家裡面的男人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 終於顯現本心了 對 我已經讓你自己 說出這句話 你能說我就能接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認知好 他就是要是一家之主 他就是要很偉大 我盡量去配合上奏章的過程 流程應該要怎麼樣 我都會做到 可是請他也知道 他在當老大 不要沒事的時候 又在那邊抱怨說 他不像老大 對對對 因為你是你自己要當老大 那你選擇要批奏章 那批奏章就該章的人負責嘛 那我就繼續寫奏章這樣 我因為總是在哪裏